前陣子我去看了眼科 那我就帶一個小包包 那天OOTD就是帶一個小包包 手上帶一個紙袋 那紙袋裡面其實沒有裝什麼 就是我的書 然後我去買了零食餅乾 So it's nothing 就不是貴重的東西 那我就在等候我的藥的時候 我就隨手放在那個腳的旁邊 椅子底下 然後拿完藥我就走了 走了就路邊隨便攔了一臺計程車 我就上了計程車 然後就回家了 然後回家我是從臺北市 然後一路到新北 然後新北回到家了 然後我還看電視 洗澡 備課 弄一弄八九點的時候 突然發現我那個書不見了 我要備課的時候發現 我那一袋書沒有拿 然後就我就看了手機 就我發現有一百多通的 這時候一百多通的那個電話 未接來電 那分別是通常不會有人打給我 平常都沒有人打給我 對 然後就突然今天怎麼會有一百多通 然後那很奇怪 然後你這麼沒行情 對啊 那你就跟我一樣 沒關係你可以等下公布電話號碼 就會很多人打打 沒有 現在都是用LINE 如果接到電話 都是緊急事故 對 而且它一般很可怕 然後就是有室內電話 跟那個手機的電話 那種手機的電話 然後這裡都不會有